白科术小心 怎么样 我这血魂帆的威力可还行 今日 你们都得死 赵臣 这血魂帆吸食了太多血气 威力惊人 我们不是对手 趁着我刚才消耗了血魂帆几分魔器 你快走 区区一件魔器而已 白科术安心心心 由我来会会这血盒吧 别去 赵臣 你竟然看不起我这圣技 那就让你在我的血魂帆的尘力一击下 随随淹灭吧 淹魔使命 赵臣 小心啊 赵臣寻开 以力探险 不 什么 这 怎么可能 你竟然知道这是魔器 你 到底 是谁 你没机会知道了 血河大人死了 快跑 赵臣杀了血河 接下来就要杀我们了 有圣体在手的血河大人 竟然也不是赵臣的对手 他的实力到底有多恐怖 想跑 差点都没我出场的机会了 好在还有你们这群落水狗壳党 杀 血上盲的人一个不留 这 你们放过我 我是被逼的 你在他们手里也好 都好过被血河大人吸干了血 这血河大人 病得居然是天魔族正宗的机灵吧 看样子血上了和天魔族的情侧 你我心里还是的 赵臣 这兵器究竟是何等邪物 竟然如此诡异 这是天魔一族的魔器 魔器出现在大秦 背后必有天魔族作祟 白阁主 我打算潜入血河盟总部 司机查访天魔族的踪迹 什么 潜入血河盟 赵臣 慎重啊 血河盟总部强者众多 你也上了他们的必杀名单 审自进去太危险了 两位放心 我既然做了决定 自然有十足把握 白阁主 我需要您帮我个忙 对外放出消息 就说 血河被我赵臣所杀 既然你已经想好 那我就不多说了 我现在就去把消息放出去 黎商兄 感谢你将我一路带来大情 等我解决完血沙盟这件事之后 咱们再见 赵兄不必多说 我也知道以我现在的实力 只会拖累你 这一路 借你实力突飞猛进 我觉得自己也该独立 去寻找突破的契机了 既是如此 黎商兄 白阁主 我们山高水长 就此别过 祝赵兄 武运成龙 赵先生 你 你这就要离开吗 白阁主 离开是为了更好的重逢 相信 我们一定会再见的 保重 赵臣 在重逢时 我们还能像今天一样并肩吗 你听说了吗 那赵臣居然胆大抱天 来了大秦 灭了我们一个分度 还把血鹅大人也杀了 是啊 我还听人说 他只有天界周围 难道他身上 有什么可怕的秘宝 总之啊 这种人以后 剑倒就绕道走 那可不是我们能招惹得起的人 这里就是血煞萌吗 没错 这里就是血煞萌 你又是谁 我叫陈昭 是杀了赵臣 来换赏金的 我用秘法改变了自己的神魂气息 才换身衣服 血煞萌内 我永远有人认出 你 那好饿啦 谁能给我送点吃的 儿子 我要吃了你 人类 借你小命迷呀 不 不可能 明迷和凡人无敌 不 不 让我一边 接下来 就让我见识一下 无敌剑狱到底有多强吧 来 救不了的人 纪罗都不崇拜五三王层 白墨淘汰 下一个 起头 使用一次断步机会 第五层亮了 身为魔主亲子 纵然第五层又如何 我圣玄宗不受 那叫秦宇 真的 你让他九层亮起来 秦宇啊秦宇 当年留你一条命 你在大方苟且偷生不好了 非要来自取命官 赵殿 李清禾 秦宅血仇 今日必将让二人血债血偿 秦宇 你 秦宇 不可能 他明明已经经脉尽算 成为废人 怎么会 那我见证一下无乱吧 秦宇 秦宇 大平兄 这是什么情况 系统检测的 游戏程序遭受到恶意代码的破坏 部分功能现已受准 玩家现在将作为游戏大暴 与无头开始新的暴险 这都是些什么呀 退出 我要退出游戏 怎么这么倒霉呀 怎么办 今天我人都遇到无路可逃了 快跑啊 他们来了 我们人都 我们出的电了 卓妍 这就是你说的 又要成为初决 先要苦起新智 牢记经过 现在够了吧 还不明白吗 父皇已经抛弃你的废了 从今天起 卓妍我就帮你开启修崴子 选一把 他是世上最强的剑 我们下期见 儿子